是 現在四川地震 出來的畫面越來越多 現在看到沒有 它整個單體滑坡 而且我們看到 整個社區的房子 被震得東倒西歪 可是現在成都人 現在在四川的問題說 我如果現在隔離的期間 算了 整個房子都倒對不對 他說如果我在裡面 我是隔離的期間 對 我能跑嗎 王姐能不能跑 只有一件事 你大樓倒了沒有 倒了你就可以跑 沒有倒你就給我待在裡面 所以這是 真的很多 你說大地震很強 晃了晃去我不能走 所有人都不能夠離開 可是我倒了也來不及了 因為很多人就跑到門口說 我要跑 結果那外面的大白人跟他說 你跑怎麼跑 你大樓沒倒你跑怎麼跑 這現在就是成都人這樣 這太可怕了吧 可以證實 但是你不能夠養性 這是他們現在目前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現在覺得想 人在成都一個必須迅速解決的法律 問題就是我在居家隔離期間 發生地震我可不可以除淚 還有講說 在自然災害前面 我們卻不能討論 我們卻要討論 我能不能逃 有沒有必要逃 逃的話 違不違反 這比地震還可怕 對還有人說什麼 天災來了 人類還需要48小時的核酸 證明你陽性之後 才可以上天堂 他們現在成都人都完全 哭笑不得的一個局面 那為什麼這樣 你可以看到 最近很多畫面裡面 你看小區已經被 該弄上這個鐵柵欄 很多人在這次地震裡面 他想要跑啊 想跑的時候 你看 所以這次 這次地震之後 很多人出來抗議 他抗議說 為什麼 因為我跟大家講 大地震完 608000大地震 現在很多餘震 還有餘震啊 很多餘震 有時候 曾經一個小時內 有七次餘震 所以他們很擔心啊 我覺得我可以想像 他們一定想要跑啊 你看 這男生來到門口 然後跟他在那邊說 開門啊 結果他就跟那個大白 在那邊吵起來 就吵起來 我看我有一個頭記哦 在所有天災裡面 對人的心理造成 最大恐慌的 就是地震 沒錯 大家都非常緊張 好 那結果你知道 你看 業主朋友大家好 剛剛發生地震 大家不要恐慌 請戴好口罩 陸續的上樓回家 防疫期間不下樓 不溜彎 不聚集 禁止戶外活動 謝謝 所以 你不能夠出來 你都地震了 我還要把口罩戴好 你都地震了 我還要趕快回家 在地震我還不下樓 不溜彎 不聚集 對 你不能夠出來 所以大家想 拜託 如果在台灣的話 地震我們可能要往外跑 對啊 不能夠往外跑啊 所以人家 為什麼他們很緊張 我們現在看到那些畫面 你看得真的也是觸惡驚心啊 譬如說這是在 盧定縣那個地方 盧定縣在石棉縣 石棉縣那個地方 整個山堤都滑坡了 一個山堤 因為那個地方是 鎮央很近的這個地方 你看整個山堤滑坡 你看山上面的這個房子 就被要往下帶 你就可見 當時的地震真的非常大 那你看 這是由這個畫面記錄下來的 在地震的當時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 地震原本是這個樣子 後來地震沒多久之後 你看列出了一條線 你看整個山 你看整個這個山就這樣子 這個應該是在山邊的方式 你看就這樣列出了一條線 地震的裂開 對 所以如果你人在上面的時候 你要不要跑 你當然要跑 但是 抱歉 不是 你是要多大的力量 這個地震會裂開 對 你就知道這個力量很大 但是你不能夠跑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這是 行車紀錄下來的一個畫面 這畫面 你看 欸 這我覺得我在台灣 我們大概也沒遇到 這麼大的地震 你看這樣搖起來之後 整個樹啦 完全都是在那邊 黃咬的這個局面 但是你發現 他的車子是晃的 對 那你看人就在那邊跑 問題是你住在城市裡面 不能夠跑啊 那還有更可怕的來的 這是啊 這人家拍那個畫面是 兩棟大樓 兩棟大樓 欸 保學這兩棟大樓 上面都住了好幾十戶的 好幾千戶 好幾百戶的人 就面向這棟大樓 因為地震的關係 兩棟的在那邊 撞在一起 摩擦的這個狀況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在比較高的樓層裡面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 因為地震的關係 導致這個魚缸啊 在那邊事件的這個情形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 我們就講 為什麼他們說 呆在室內很危險 真的發生很多 呆在室內的人 就被震死了 有災難出來的話 你看 這是啊 這在成都的一個老闆 老闆 在盧町的地方的老闆 他這樣正正正正在大樓 你看 他就趁機 他真的說不了跑出去 欸 你看 如果他真的呆在裡面的話 搞不好 會被這些掉下來的東西 給砸死 對啊 砸婚都不一定 那甚至有一個盧町的女子 他就在外面 他當時在外面 因為他在外面 就回到家的時候 我那說 金吼沒有回到家 我那時候不在家 你看 因為你看 他整個牆都 完全裂成這個樣 家門都裂成這樣 那我剛才說 為什麼要跑 你看 這是一個不幸的事件 這是在成都的中科院 中科院這個 欸 他們中科院也是那種 好歹也是那種 非常堅固的解除物 結果不曉得就倒了 成都的中科院 對 那倒了之後呢 你知道 唯一一個人死亡 就是因為他中午 在同時中午吃飯的時候 他要留下來在那邊煮東西 結果他就這樣過世 所以他就唯一沒有跑出來的 他就真的死了 你看 整個爐定線來說的話 因為在那個地方 有很多人會去這個 海螺溝這個地方去玩 就去玩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住在飯店裡面 這個飯店 爐定飯店 倒塌 所以死亡人數也非常多 所以你知道 真的是要 真的是要待在室內嗎 真的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們台灣也是一個災難之果 所以我們對很多災難的 基本條件我們知道 對 在救援時間 有個72小時的黃金救援 對 可是現在這一次的 四川大地震裡面 黃金救援被耽誤了 為什麼耽誤 因為你所有人進去的 你居然要核酸檢驗 沒有核酸檢驗 你要排隊核酸檢驗 對 救援時間都被浪費掉了 而且很多人 我們知道這個救難第一次 一定趕快趕到對不對 結果我們家這些解放軍部隊 或是這種武警部隊到的時候 第一件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能夠進去 我們要趕快進去救了 你要先做核酸檢驗 先做核酸檢驗 先做核酸檢驗 結果你知道有幾個地方 核酸檢驗機器還晚到 他們就在那邊等 等到核酸檢驗機器來 他們才能夠進去 萬事莫如救難級嗎 但是完全就因為這樣被delay 甚至你看 四川當地還說 我們現在不要接受社會的力量 因為你社會來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去 我們都要一個核酸檢驗 造成我們的困擾 所以他就說 你本身你自己有核酸檢驗的 這個陰性證明 還有健康的這個綠碼 還有沒有風險城市的這些人 才能夠進來救 不然你都不要進來 我們知道 在88封灘的時候 是全台灣集結的 有錢的出錢 有利的處理 大家都到宅居 台灣就是這樣子 結果你現在中國 我就想要一方有難 八方來源都不行 不行 你要先 你們要確定你沒有染病 你才能夠來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知道 即使解放軍機的那個地方 你知道 他們每天還要 救援救援一半 集合集合 要做什麼 做核酸檢驗 大家一天到再檢一次 所以他想說 你這個根本進去的時候 72小時的黃金的救援時間 完全都被你耽誤掉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有點 荒謬的這個局面 好 那其實這一次的 因為這個地方的 這個蘆定縣的這個地震 還引發了大家一件事 很多人就說 這會不會是水庫 所引發的這個大地震 為什麼會 所以它不是天災 是人禍 為什麼是人禍 保證 你知道嗎 事實上這一次根據統計 那光是在它這附近的方圓 大約30英里之內 你知道有多少這個 幾個水庫 有四個大型水庫 然後有一個中型水庫 還有176個小水壩 所以這個地方是全中國 水壩最密集的這個地方 你說發生地震的地方 對 是水壩最密集的地方 因為它是個比較山坡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水利非常非常豐富 還有 除了這個地方 它還有一個在 正在興建之中的 全世界壩體最高的一個水壩 這個水壩叫做 雙江口大壩 那這一次的這個地震裡面來說 就這個大渡河嘛 就那大渡河的上游這個地方 這個蘆定縣上游這個地方 它就在蓋這個雙江口大水壩 這個雙江口大水壩多高 我們知道我們都看過三峽大壩 三峽大壩它的壩體的高是181米 然後這個雙江口的大壩 它的高 它的壩體這樣高起來是314米 所以它是這個世界級的大壩 對 所以這個大壩概念 人家就說嘛 你在那麼高的山上面 弄那麼多的水在那個地方 你就改變當地的水紋 那地質也就被你改變 那你就突然有水到沒水的時候 土質會不會完全鬆口 會不會造成這個狀況 不是你那個衝擊力量有多大 所以大家就說這會不會是水庫所引發的 那萬一這個雙江口還沒有蓋好 因為這附近已經有太多太多 你看魯斑 山盆 這個水庫 一大堆都是這些都是所謂的 他們的大壩 好那除了這個大壩之外 你知道 事實上這件事不是沒有這個依據的 你知道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 中國的這個前總理溫家寶 他就是地質專家 你看他第一個時間裡面 他派人去哪裡 他說趕快派人去這個汶川上面的 有一個叫紫瓶庫的這個水庫 你趕快去看一看 結果他們還真的是上去看 然後趕快把那個水卸掉 他說因為什麼 他當時其實就質疑說 會不會是這個紫瓶庫水庫造成的 所以2008的汶川大地震 溫家寶去的時候 你馬上給我去紫瓶庫 對 這裡面是差有一段距離的 他居然可以感覺到這中間的差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 連他都這樣認為 那這其實也不是只有他這樣質疑 包括說像有的中國非常有名的 這個水利專家王維洛 甚至是之前的這個 已過世的中國的水利專家 黃萬里 他們都說過 你這個三峽大壩蓋了之後 會不會引發當地的整個地震 你看三峽大壩蓋了之後 果然引發附近非常多的地震 結果你這幾年又開始在那邊蓋 這個地方現在是全 我就說這個地方 全世界最密集的水利發電廠就在這邊 中國的一半以上的水利發電廠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你說這個會不會常常誘發地震 所以我才說這一次搞不好 歸到底的話 搞不好真的是一場人禍造成的地震 對不對 為什麼每次發生了這個 在四川發生地震裡頭 美國的軍情單位就馬上動員起來 你說這個地方 居然是中國軍工產業最神秘的地方 對 你從以前這個 四川發生汶川大地震 然後後面亞安地震 一直到現在這個 盧定地震 這些地方其實是圍繞著整個成都 在成都軍區的附近來講的話 其實有人傳說 這是中國隱藏最大的地下核設施 或者是核子武器 或者是中共在地下碉堡 最重要的一個軍事設施 所以你知道 每次發生地震的時候 美國就會出動U2的這個偵察機 對 直接進入到中國領空 他不用中國領空這個大意 所以這地方是他兩彈一星的根據地 然後就是開始設施 因為不是設施救難的 不是救災 不是偵察什麼地質狀態 是去看看有沒有裸露的軍事設施 裸露的什麼軍品設備 對 或是有沒有什麼輻射跑出來 是的 沒錯 所以這個U2進去之後呢 常常在講被中共追出來 追出來之後 我們F16在盆湖都在等著 然後協助他的U2撤走 真的嗎 常常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 台灣F16要待命 對 只要四川一地震 我們美國就會有做這樣的動作 或者是這樣子 所以這幾天有可能 美國也在做探測的動作 因為那個地方來講的話 對中國 他們知道 你從日本對立抗戰的時候 為什麼國民黨會撤軍到重慶 重慶作為陪都 為什麼四川 因為那個地方是來講 最好防守 然後最好去隱藏自己的相關的實力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重新在什麼 就是說 後勤補給來講的話 就可以重新再運作 所以你知道 中國他也設想到一件事情 未來如果有可能跟美國進行 抵抗戰爭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要把四川 當作一個後勤的 這個後備員的一個基地 所以他這裡還是大後方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算是也是大後方 所以為什麼要這麼決定 不過因為地質因素 還有可能因為建造長項三峽大壩的因素 改變了整個地理環境 所以這個地方發生了地震的情況之下 不過這幾年來真的是頻傳 到處每一年基本上好像都有地震 三峽大壩之前 這個地方地質很穩定嗎 三峽大壩之前 這個地方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地震 是三峽大壩出來以後 2008都溫川大地震 然後大小餘震不斷 對沒錯 因為這人工的長項三峽大壩建造之後 的確就是頻頻傳出這種大地震 還有很多比如說填海照陸的作為 有可能改變海峽或怎麼樣 所以中國常常搞這種事情 他以為是人定勝天 但是事實上人定之後呢 可能就什麼 改變整個自然環境 這個自然環境 反而帶來的是人類的災禍 所以這要四川的地震呢 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還是有待查明的 好 所以這個我看 剛剛講現在還有一個地方是 韓國 剛剛講 軒然如果颱風離開台灣 我們帶來豐沛的雨量 可是沒有帶來極大的一個災害 可是沒有想到 它在韓國造成這麼可怕的影響 保傑哥 這個颱風在韓國叫做 非常強颱風 非常強 他們有個超級強之後就是非常強 所以就是在中度跟強度之間 可以說是強度跟強烈颱風之間了 你要看那個畫面 看了以後真的嚇死了 你要看喔 它到了這個 包含了紀州釜山 跟這個慶上南北道 這個地方是相浦 在韓國的一個城市 它在凌晨大概 對不起 不是凌晨 是清晨大概6點半到7點的時候 突然一個小時 它下雨量超過100公里 你知道台灣常常下大雨 一個小時100公里是什麼東西 就是用倒的啦 它整個大水灌進來 保傑哥出了一個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就是一早清晨6點半的時候 就開始下大雨了 有一個在上浦的這一個公寓管理員 他趕快跟大家廣播還在睡覺喔 請各位豬 趕快把那個地下室裡面的車的車 趕快移走 因為等一下大雨來了以後 可能會造成你的愛車受損 廣播完之後大家分不去移車 結果一共死了7個人 全部就死在這個慶 那個慶 就是為了移車 對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看喔 因為導播現在陸續給我們看看畫面 用畫面來跟大家說 到底這個颱風有多大 因為它是強風 所以很多電池桿被催壞 很多堤防被催壞 它還大雨一個小時 100公里的雨量 你看到這就是一些畫面 管理員6點半叫大家移車以後 真的大家跑去移車 這不是其中一個 因為有好多的社區都是這樣 但是其中就有一個非常倒霉的社區 他因為他的這個抽水棒 壞掉了 然後他去移車過程當中 保傑哥你看這就是停車場 到了第二天的狀況還是這樣 這是昨天早上 昨天的早上6點半 已經抽水過了 9月6號早上6點半的時候 他叫大家去移車 沒有想到就全部卡在那邊 然後呢 你要看到 這個是在早上6點半叫移車以後 7點多就已經有9個人在裡面 9個人完全搜尋不到 那怎麼回事呢 晚上8點的時候 這一位 39歲的男性他被救出來 他上衣都已經脫掉了 為什麼 他用上衣脫起來以後 保傑哥你要去看喔 地下停車場上面都有管線 他整個下面停到120輛車 全部都是淹水 所以死掉7個人 那他就掛在那個停車場的 最上面的那個路線管有沒有 他有可能是 你掛底下 因為只剩一點點空間而已 把頭燙出來那邊呼吸 撐了14個小時 就是他39歲的這個男性 你說用衣服抓著 對啊 他把衣服撞起來啊 因為他直接在裡面 他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裡面 還沒有人生還 然後到了 你看就是他救出來的瞬間 另外7個 他們不幸就是被淹死了 多可怕 多恐怖啊 所以現在這個管理員完蛋啊 這管理員現在被所有的住戶講說 你怎麼會這樣 害他們大家去死啊 颱風天道裡後 管理員他現在非常喊冤 大家也要注意 管理員要講清楚說 我6點半叫他移車的時候 第一個 我不知道我們的Bunk壞掉了 第二個 當時大雨還沒有來啊 我怎麼知道會一下子來100公里 然後呢 也不知道水會灌進我們地下停車 我只是依照嘗試跟大家講 把車開出來 結果沒想到就造成 這麼嚴重的一個情況 那把這個 因為這次的颱風 台灣其實基本上就是掠過去而已 可是你知道颱風在北半球 它是一個逆時針就是反時針這個方向打的 所以你要知道 這邊是濟州島 這個是釜山 這個就是慶上南北道 這個地方就我剛剛講的那個上浦 浦上 對不起 浦上市 所以他往這邊打 打進來這裡是最嚴重的 那你要看像是浦山 釜山它基本上是個觀光聖地 它在這裡 所以你看釜山 它現在目前因為風很大 它的風大概是14級風左右了 已經每14級了 已經14級了 跟我們台灣最強15級風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你看到旁邊的 旁邊的堤防還有海邊都吹的亂七八糟 車還有大雨造成土石流 所以這一次這個颱風 雖然對台灣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韓國被吹到東島西 造成了10個人不幸的死亡